位於和平東路一段270號,有一間日式建築,是台灣大學的教師宿舍 十月份突然被台大解除列冊 五十年以上都有建築都必須要做評估 而評估完成之前都必須放在列冊追蹤裡面 那十月一號的時候被解除,意思是就是想要懂 解除了列冊的限制,他才能夠做後續的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想法 可能是都更,可能是我也不確定是什麼樣子,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發現了這件事情 因此關心文化資產的學者與民眾,緊急跟台北市政府提報文化資產審議 提報之後,十月二十二號是第一次的會刊 然後我們的主張其實是有被委員接受的 但是就是這一次是,因為那一次是新市政的會刊 而是新市政的會刊之後,還正式進到再一次的重啟會刊 那今天的狀況是重啟會刊 那從重啟會刊的狀況我們看到的是,就是的確 呃...不太友善,也是說不太...不太有力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我身為一個歷史系列學生,為什麼我覺得周學浦這個人重要 是因為周學浦他不只是翻譯學者,他自己也是台灣史很重要的貢獻者 然後他作為一個外省人,對我剛剛其實在現場我比較肝閉會講這個詞 可是他作為一個外省人,他在乎台灣的本土歷史 甚至是一直以來被忽視那一塊是歐洲人,是西方人 他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以及研究 那這塊東西我是覺得是台灣史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呃...就是由西方 在十九世紀的那個時代變局的時候 他們眼中的台灣是什麼樣子 那周學浦在這一塊的領域,他絕對是先驅的貢獻者 這一棟歷史建築,除了是重要的學者周學浦教授居住過之外 建築物的樣式與地理位置,也十分具有歷史意義 跟各位報告,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這裡的地景脈絡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不會給各位附了景章附件附圖 第一個是,我們在講這個地區是台北昭和町的中間的一棟日式房子 它開發於1920年代 那這裡面是,台北是90個町區最後成立的町 那這個都有資料 那麼我們這個地區呢,其實我們的日治時期 反而是日治時期的人、住民有組織 他們的記憶完整,空間地理的位置認識都清楚 反而是我們戰後的調查是很缺乏的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說我們過去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很忽視,都認為說這個右邊的這一棟是針建 然後這個針建呢,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一種建築物 我說它是有台灣式的町阿卡 跟後面二樓的這種的木造建築 這個是很特殊,我們說河陽折中 但是我要說這個叫台式折中 因為日本建築不會下面有町阿卡的 但是這種建築,過去台北是很多 可能戰時的或者是怎樣 但是在這個區塊呢,大安區塊已經很少了 已經很少保留 那這個區塊還留在這裡面這樣的意義 那這個也很少研究 當然,現場勘察的文字委員 也有對周學補教授的價值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通常評估一個老師的貢獻 其實嚴格講,台大的老師每一個都非常有貢獻 我們真的很難講說台大老師 有人沒有什麼貢獻 基本上都蠻有貢獻 對,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要在中間還是要有所區隔 分類,就是到底他的貢獻大到什麼地步 比如說像石塔梁石秋 這樣的一個等級的人物 或者說台大台靖的 這樣的一個等級的人物 他的影響既深且廣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要為他們,即使這個建物破敗到一個地步了 我們都有可能,並不是百分之百 有可能為他把這個建物來改建 那我們通常評估老師的貢獻 就是教學、研究、社會服務 翻譯可以算是社會服務的一部分 但是就翻譯來講 接下來我就大概描述一下我對周先生的看 周先生的翻譯 我特地去看了一下他的一部分的翻譯 我覺得他的,就文字上面來講是不錯的 但是他的翻譯能不能達到像 比如說像梁石秋這樣的一個level 或者甚至於台大的某些其他老師 他所做出的貢獻 這個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可能還沒有到 就是這些作品的 比如說他翻譯少年維特的煩惱 大家都認為這本書好像是流傳很廣 但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已經不太有人讀少年維特的煩惱 如果周先生跟其他的翻譯家來比較的話 他的那個媒體的報導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17筆 而且集中在五六十年代 那多半大概還有包含他退休啊 或這一類的新聞 那如果是以其他的翻譯家來講 像彭敬禧老師是兩百多筆 梁石秋先生跟余光中先生都超過一千筆跟三千筆 彭懷棟老師超過一萬筆 那這個大概相信底下 大概就可以知道在媒體的影響力來講 為什麼我們對周先生那麼的陌生 可是今天的我們也盡力了 是認為說為什麼我們覺得他有價值 那我們有價值的部分 其實我在書面意見裡面 我也講過了 他是很特殊的人物 他是清末的人 然後以他的年紀 他在中國時候 可能是他這半輩子 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中國的 那中國他的成就 在中國的時候是戰亂的時候 是非常亂的時期 要變成民國 要變成後來的 我們知道中國歷經了多少的戰亂 一直到台灣來 那那段時期裡面 還能夠支支不罪的 要把西方的東西 引進到中文世界裡來 尤其像重要的人物 歌德 福士德 對話錄 那這些書籍呢 還有這些在中國的這些的 他的努力呢 我覺得我們用現在的 數位引擎來搜尋的時候 當然會不容易搜尋得到 因為那些的書刊本身他的時間 就是比較久遠的 所以說我們在評價他的 如果今天重點是要評價他的 藝作上的成就的話 我覺得第一點 對他來講 我剛才聽到的 有一點不太充足的是 沒有去考量到這一個人 他是前半輩子在中國 然後那個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他為什麼想要做那些事情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到了台灣以來以後 台灣的戰後 也是一個混亂的時代 更是一個壓抑台灣島史研究的時代 那麼他的研究會不會被引用 這一點在我們的這個數位的領域上 他是吃虧的 那麼他的研究的質量好不好 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見仁見智 但是請大家要一起來 有一個討論的依據 有任何的學術討論會上 或者是任何的認定標準嗎 現場也有隔壁的居民 表達不贊成建物被保留的意見 因為我們房子已經三、四十年了 已經四十幾年了 那事實上幾次地震以後 我們的基礎是有一些狀況的 那我們的基地太小 都更是沒有辦法做 找不到建商做 所以我們有建商來跟我們談說 跟台大這塊地一起合併來都更的話 是人家才會有利潤嘛 那有跟台大接觸了 那也跟文化局申請了 文化局也認為沒有保存價值 但是現在我聽說有一票 人專門在吃這一塊地 就是說做文化保存的這一塊 他把它請下來 聽說還可以跟文化局申請錢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一點可不可以麻煩你讓我們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事 文化資產是全人類的資產 台灣大學日式宿舍是國家的資產 也是全民的資產 該保留還是產品開發 還有賴相關單位的決定 以上公民記者台北採訪報導